歡迎來到EL的愛情診療室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治醫師賈靜雯 如果男友跟老公一直打電動怎麼辦 那你就加入他們啊 而且你打得比他時間更久 讓他感受到被忽略的感覺 你如果越制止他就跟小孩一樣 想要去繼續打電動 生活習慣超差 衣服亂丟不掀馬桶蓋會怎麼辦 哇 這個我不行耶 先暫時離家 讓他整理完家裡 我才會回去 男友或老公的體味很重怎麼辦 你愛他你應該就要接受這件事情 有時候把它換成另外一種香水的味道 可能也是一種接受的方式 對其他的女生也很貼心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就是一個那麼體貼的人 然後用一個你覺得會吃醋的方式 去對別的女性 那你也用同樣的方式 對你身邊的男性友人 然後看他的反應會是如何 男友老公是疑心病狂 愛偷看你手機怎麼辦 每天換密碼 只是你如果密碼記錯 忘記密碼的話 自己會有點麻煩 這題我非常有感覺 就是男友或老公愛碎唸怎麼辦 我現在已經練就了一身好功夫 另外一般碎唸的時候 我就想到昨天看韓劇的那個愛情畫面 然後他就會那個聲音一直這樣變小變小 變小變小拉空 然後我就聽不到他的碎唸了 比如我太愛在半夜亂吃東西 東西沒有歸位 那東西不歸位是因為我喜歡用完東西放在我覺得我找得到的地方 其實我是很有條理的規範 只是不是像他那麼很整齊的 所以女生有自己的白髮千萬不要管他太多 男友跟老公是媽寶怎麼辦啊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你可能會被媽寶的男生討厭 愛媽媽很好 但同樣的就是要學習長大喔 因為你旁邊有一個很需要你的肩膀的女性在你身邊 所以你不能想哭就躲在媽媽的肩膀哭 這樣子會失去你愛的女人喔 如果男友或老公不喜歡你爸媽怎麼辦 這題非常嚴重 中間人真的很重要 你就要帶著爸媽跟老公或者男友一起去旅行 然後把他們放在同一個空間 用進各種不同的搞笑方式 讓彼此增加感情 這樣會是好的建議嗎 在同一個空間 我想想看如果跟我公婆在同一個空間住一個月的時候 我應該會變成好媳婦 男友跟老公總說我不愛撒嬌 女生真的要撒嬌嗎 我覺得傳統的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撒嬌的女生最好命 女生也會希望男友或老公對我是溫柔 所以當你同樣的需求的時候 我覺得女生撒嬌其實是很可愛的 我 因為我很幸福的是家裡還有另外三個女兒 所以基本上她不缺撒嬌這一塊 我也是屬於不會撒嬌的 我也是在學習當中 所以她如果看到這一題她應該會覺得 希望我可以多多跟她撒嬌吧 給全天下的情侶跟夫妻的真言呢 就是要縮小對方的缺點 放大她的優點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你的生活會非常的美滿 眼前都是美好的景物 愛情診療書到這裡結束囉 下次希望還有什麼樣的疑難雜症 我可以幫你解答 我們下集見 そして請您自私 我們下集見